台股上周表现不错 不过反倒这个国际油价是没有太大的波动 不过受到了这个新台币汇率贬值的影响 明天柴油价格每公升将调涨一角 而汽油价格则是不做调整 调整之后超级柴油每公升将会来到31.4元 但是92、95还有985千汽油维持不变 分别是维持在32.6、34.1以及36.1元